那这是第一张图 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我会倾向这边是画一个满板 满板的一个区域图 跟它是有所区分的 所以直接在这边 我想要画各年各月的一个利润 利润的一个分布 出毛利率的一个分布情形 所以在这空白地方点一下 好 我想要去画各年 那我就把年不摘要 各月月也不能摘要 你只要看到前面有一个 它就是摘要的意思 不摘要 所以你就会有什么 2017年1月 2017年2月 然后呢 我们再勾这个出毛利率 那你会发现 就是有的越低 有的越高啊 对 我们其实就在分析这些事情 去告诉老板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张图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好 请改成 例如说 群组的直条图 但是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觉得 这个轴 这个轴是月 然后 然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 并排 并排 那什么叫并排 直接把年搬到并排 我们就会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了 首先 这个 202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这就是年的并排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请你仔细看一下 这个 这个并排 它里面 就是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 再设小一点 就是 这个并排里面 可以再呈现 别的东西 好 当然了 当然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那个 呃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呈现的是什么 是 各年 各月 因为老板 绝对关心 他比较 他比较在意 应该是我们每个月都会出月报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每个月都会去关心我们的出毛利率 举例来说 你有没有发现 2017年 大致上 维持在这样子一个水平 假设15% 那这时候呢 1月 7月 还有 9月 11月 甚至8月 是不是都应该拿出来做检讨 好 那 2020年 其实 2020年 他表现的 没有像 刚刚2017年出毛利率来得好 因为刚刚2017年的出毛利率 维持在大概15% 15%在这一条 可是2020年呢 就不是15%了 而是大概是10% 10% 就是大家很多个月都是超过10% 好 那没有超过10%是1月2月跟8月 甚至还有5月 是不是要拿出来做检讨 是啊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致上可以发现 发现 那个 不同年 有不同的几个月 为什么会表现那么差 这就是我们的视觉化分析 想要去了解的 可是 你不能只讲出来说 老板你看 1月 2020年 1月 2月 8月 的什么 的 那个出毛利率低 然后就报告完毕了 不可能是这样子报告嘛 所以 你要顺便告诉老板说 我们在什么类的产品 然后的 什么 什么类的 纸产品 是 那个 获利 特别低 我们 应该要去 注意 去观看 这几个 特别低的 产品 您说是不是 是的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观看一下 等一下